但是你知道洗衣机还有排污开关吗 有人说如果你不打开那个开关 你的衣服就会比马桶还脏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会定期洗衣机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洗衣机也分滚筒和直筒 先说直筒洗衣机 在洗衣机的内壁 有一个盒子式的装置 这个装置是洗衣机的过滤盒 平时洗衣服的所有污垢都堆积在这里 将它取向来 可以看到盒子里面有超多的衣物碎序 这些碎序如果不轻易 每次使用洗衣机时 都会附带大量洗菌 再说滚筒洗衣机 在滚筒式洗衣机的右下角处 一般有一个方孔 拿一个硬币插在方孔处 用力往外拉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个旋转按钮 这个旋转按钮 其实就是洗衣机的过滤器 用手捏住按钮 逆时针旋转 直接将它取出 取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多的呼口附着在上面 将它提起干净后 顺时针旋转放过圆处 但最后我们发现 有人觉得洗衣机 只要内感很干净 就很卫生 其实洗衣机 还有这些藏污垢的地方 如果不清洗 被麻烦还脏的洗衣机 你还敢用吗 其实在小时候 小兵就很羡慕